你覺得很奇怪 一開始聽到的時候 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自己沒有試過 跟她這樣面對面 聊天或交流 通常都是在家裡打打鬧鬧 在那裡玩、聊天、開玩笑 很少會認真地在那裡說話 現在有點害怕、有點興奮 因為不知道待會問些什麼 可能家姐會答些不知什麼 然後她就很緊張 歡迎大家來到聽不見的心底話 每一集我們會請兩位嘉賓 在鏡頭面前互相掃說心底話 今集我們就邀請了何曉恩同學 和何曉琦同學 開始之前 我們先玩個小遊戲吧 好可憐 現在不會理我 所以很可憐 為什麼有五個 五個加四很開心 OK 這個是孤獨的答案 很活潑、很開朗 還有十分之外向 相比起我 她是超級外向的人 如果她見到一些不認識的人 都會主動走過去說嗨 或者走過去去認識她 然後她是不好的方面 她也挺小器 我做錯了很少的舉動 她都可以看到 然後生氣了很久 還有什麼性格 她是傻傻的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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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她經常說我是佔 但我對她很好 但她想不到我對她好 那就會對她好一點 還未至於很好 雖然見到很多人的關係 很多姐妹的關係很好的 如一起走街 一起去買衣服、拍照 就去玩 我又未至於是這樣 但又不是差的 起碼我們都會聊天 或者一起打遊戲 形容是剛剛好的關係 彼此的關係 和普通姊妹一樣 有時很討厭對方 有時不是很喜歡對方 但比起平時好 然後通常有什麼心事就不會說話 但通常都會感覺到對方不開心 但也不會怎樣哄他 然後小時候常一起玩 現在少了一起玩 因為我想他和我玩的時候 他不和我玩 但他想我和他玩的時候 我又不會和他玩 所以關係就是忽遠忽近 你會和他玩的 你會和你一般的 你會和他玩的 嗯 這個是要罵你的 就是 也不是想罵你的 只不過想和你說 做人要學會看顏色 要看清楚不同時機 去做不同的事 就是 我想說你很久 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和你說 因為怕你又會不開心 又會不知怎樣 就是 平時問爸爸媽媽的事 問他可不可以外出玩 可不可以去哪裏 你看他心情如何 OK OK 通常他的樣本身已經發脾氣 你就不要再煩他 OK 什麼啊 我可以念你 我都知道你沒有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也不要煩我 好嗎 其實 我們家裡心情不好 很容易看得出的 然後呢 你呢 要先看清楚時機 做什麼都好 先看清楚時機 OK OK 你太直接 太魯莽了 等一會再說 對 等一會 對 等一會 然後 如果你等一會 再說的話 事情應該會順你很多 我跟你呢 都減低了被人罵的機會 還有我想跟你說的就是 嗯 珍惜一下我 我不是經常陪你玩 我陪你玩的時候 你會很珍惜我陪你玩 OK OK 我好像知道你說的 你不玩 OK OK 不是 不OK 不OK OK 不OK 對身邊的人好一點 嗯 什麼 對你的朋友好一點 朋友 對我的朋友好一點 這個你聽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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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想跟你說 你呢 你呢 可不可以不要那麼蠢 真的很蠢 很蠢 然後 還有 多點照顧我 嗯 很想笑 然後 然後 還有 WFG呢 不要那麼差 好不好 然後 糟了 我的感覺 那些秘密被人爆出來 然後 還有 多點請你的朋友上來玩 因為很開心 然後我的朋友也不上來 對 然後 就是這樣 還有 你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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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出去拍片的時候 雖然夜晚那些 我挺支持你 你拍片是真的挺好的 不是 你不要說話 那時候呢 你拍片夜晚 我覺得沒問題 媽媽也覺得OK 但是你爸爸呢 也真的是我爸爸呢 又覺得很大問題 所以呢 你最好可以約好一點 可能約早一點 回家 然後呢 記得要他來接你 不然他會很傷心 然後 你 對啦 總之 聽爸爸媽媽的話 聽多點我話 照顧我 然後 還有 早點回家 不要經常出街玩 雖然你都不是經常的 但是 出去玩可以帶我 我會和你一起玩的 我真的很高興 是 開心 就是這樣 好 好 不要 你要OK 不要OK 算了 剛剛 就有點緊張 也是怕尷尬 然後 現在就 原來也挺輕鬆 就 不會說很特別的感受 不過 自己說完之後 就 舒服了 好像 放鬆了 採訪之前 好像 不知道會問什麼 就有點害怕 然後採訪完之後 就 都不是很差 就 放鬆了 剛剛 我覺得 姐姐 那個 我不知道她說什麼 但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覺得 我說得好像 一匹匹匹 因為我對她 沒什麼心底話 那 姐姐的話 就 不知道她在說我什麼 但是 應該她對我很多抱怨 所以 做好一點 OK 就是這樣 沖小三有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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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前有三隻小豬 什麼什麼魚 沖前 沖線 沖前 沖前 沖前有三隻小豬 沖 沖秤 沖 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